今天解答了大伙的问题啊,很多网友问啊,说移民啊,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移民,加拿大,怎么想起移民给中国 因为这话说起来也很长很长,也不能一句话说的那么轻 但是我们俩来也是花了很多钱,我们是投资移民当时,当时是12万加币,那是9年前的事儿了嘛 12年前的事儿了,因为投资得先打,2008年,就得交钱嘛,那时候是1比6 我们来那时候是6块人民币换一家人,6块多呢,后来一台就掉起了,便宜了嘛 现在还在无带紧了是吧? 对,现在无带紧,这个话题也是,真是想起来确实挺复杂的 很难一句话两句话就说清,这可能也是命中注定吧 还有一个可能也跟我这个人性格有关系,我总想往外边走走 猴哥是很本分,就是很怎么说呢? 猴哥在哪都行,没有什么地域挑,在黑伦江大连呢,加拿大猴哥在哪都行 四季植物 还有一个当时孩子也是确实要留学了,要留学这两个孩子出国也是一大笔费用 然后我们也听成中介建议说,两个小孩你不如就是半存家于你的 也这种想像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世界那么大,你们是不是想去看看? 对,我们就是想出来看看,这也有关系 还有朋友说,你们当时肯定是国外有亲戚或者朋友什么,在那块给你们都安排好了 所以你们才敢那么放心大了,你走 跟大家说真没有,我们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 因为当时我们办移民的时候,就是中介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边 然后还有,我跟没说,我们俩以前直到加拿大 很早以前就是直到那个,白丘恩 白丘恩是在加拿大的,来到以后一直想去白丘恩故居去看看 但是到现在还没到处时间 哪天我们去给大伙露了相,大伙看一看 过一段时间等都开放了,我们过去看看 看看也去就是,怎么说呢,去参观一下白丘恩故居吧 完了也给国内朋友看一看 因为像咱们这个年龄的,对白丘恩还是有点印象的 都是,因为白丘恩当时抗日战争,中国那么艰苦的时候 他能去帮助中国,我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 所以来到这以后一直有个愿望,说到白丘恩故居去 以后肯定要去的,也有网友提出来了 以前就跟我们提出来,说你们怎么不拍一下白丘恩故居呢 因为那块在北边,离这块好像还有个 叫格列斯文特什么小镇,在北边,沿着400号公路一直往北走 反正说远不远,说近也不太近,以后肯定要去的 去拍一下给大家看看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俩吧,反正从我们俩就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反正吃苦,我们就想有双手到哪都能劳动 走就走,当初从东北农村上大连也是 到那块做小买买在到边卖雪糕什么样 后来又租个店,开始商店,后来又到小区里开超市 就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也这样的大家都帮忙 家里亲戚啊小区啊,还有遇到的人呢 我们说在大连开发区也遇到那么多好人一步一步来 真是咱都不能一一描述了,遇到很多很多好人 都是一路帮助我们走过来的,要细数起来这一大串 都说不过来了,以后慢慢讲嘛 对,人得学会感恩的,很多恩人帮助我们 跟大连也是很多人帮助我们 所以才走到今天,到加拿大的话也是这样的 但是后果我们俩来的早知道是告的,不知道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知道尽量去告,都是我们俩亲身经历过的事 那什么受骗的上当的,我们该告都会告你 有啥事你就给猴哥猴草打电话 我没啥说,没有那些说的,像猴哥出去录像 有些,哎呀别录像,不知道为什么呀,就不要录啊 但猴哥猴草没有呢,你谁想录 昨天过那个网友给你猴草录像,照相 你随便,没有事,咱们都农民出生,我家里面都做啥样 猴哥给你们说了,我到加拿大,你看我住上几天 我个房屋里都录了,录完了有很多网友 说猴哥你咋那么,这个东西猴哥猴哥欣欣欣,算了也对 有的人说是对的,什么事儿人的低调的还是友好 但猴哥猴草,农村出生也没有那些修养 什么事儿想录像大伙抗不抗加拿大的生活什么样 怎么取暖了,怎么用电了,这个人们生活的来往 但加拿大这个东西呢,人情来往确实很少的 你不相信国内说,我想普分费区,这个东西你不用这么想 倒是一定不用的,是很好玩,不行就是不行 不用,走后面送的也是少了很多,少了那些人积来往的那些东西 心不累,在这块体力确实挺累,但是心不累 不像说在国内又要顾忌这个,又要考虑这考虑那的 这块反正你能办的事儿就办,办不了身子就办不了 也不用说你找门子呀,去图乖去办的,那好像都没有 你看加拿大人穿的衣服非常随便,穿的舒服 不像那个西装领带,但是样界那么就不一样了 这居民区里穿的特别适合光大眼鸭,穿裤头 这衣服穿的都可随便舒服 你看这衣服,十多块钱,这猴哥穿的裤子十四块钱 牛仔服很好很好,人没那么大压力 你一天挣个一百多钱,买一双耐克鞋,阿迪迦斯的都可以的 所以压力不是那么太大,你别太,他要不上那赌场去了 饭馆,你给家做饭吃,真的很好,没那么大压力的 人得顺其自然吧,别老,你看猴哥虽然没,但猴哥干活人家全是有钱的 过几天猴哥,你们看,车道都加热,真的,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有钱和没钱,你看猴哥干活人家,虽然猴哥是普通老板,但猴哥干活人家 都比猴哥,那人分三六九等,就在这就看出来了,真的 猴哥现在想通了,以前刚来的时候也是出去干活,心里不平衡,人家咋那么有钱的 回来就讲,哎呀,谁家谁家,房子老大了,门口听什么什么好车 有时候吧,有一次,他说完了以后,后来我儿子不高兴 回头跟我说,妈,你说我爸一天回来,又谁家谁家都有钱 后来我一想,我说不对,这种想法这么不对,我跟猴哥说,后来猴哥自己也知道这些了 反正就一点一点就改正过来了,后来他心态好了,后来就不说吗 哎呀,我在哪儿干活,在院里,看着蓝天白雨,你这大院子,我干活这一会儿,这就是我的了,我就想开了 对,猴哥这么想的,我干活这一天就是我家,前后院猴哥留着干活,那真舒服 有的房子,真像公园,花园一样,真漂亮,那好车都三四台一大车户 但你不要去问一个跟你没必要的关系,千万千万不要去说话,不要问这些车怎么来的,都要买的,千万千万不要问 像后来最近出录像,有的人一点也不让你录我,后来有时候没办法 这干活那个风景真漂亮,但是加拿大一定的注重点,不让你录,你绝对不可以录 以后会引起麻烦点,所以后来也不敢录,每次录像都经过主人同意了 对,有的时候,看不行,干脆就连提都不能提了,不能给人录,也不能问了 像上两天猴哥在超市,给你们录录水果的架,蔬菜的架,这小孩就不想录录,把猴哥气的也没办法 因为我说这个录录像怕什么,给你选择总告,那孩子说还不想录录 行,那这还有没有啥,咱俩说说,反正说听 对了,说说就走题,想说啥就说啥,就跟你们做做像漏壳一样 有朋友告诉我,你这个节目之前先写个稿子,我俩没有那俩下头 没那耐心,要写一遍的话,我觉得那工作都要说能说好几个了 反正就是这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又死又散又砸又乱 大家也都挺包含,大伙人说我们这种风格挺接的气的 行,这样是我俩没压力,反正就这么想啥,想说啥,想什么就说什么了 你们有啥事,就问猴哥猴哥,没事 对,你们有需要什么了解,你就在后台留言,在私信留言 因为前面留言太多,有时候一打开吧都上千桥,确实回复不过来了 然后那个,在私信里呢,我是尽量都看看 一天不看的话,两天我也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事,就给回一回 所以那个,就是有些留言没回答的朋友也别见怪,包含 要是时间允许说我尽量是回,但是现在真是没做到,每个都回 有时候夏天我们俩有时候也忙出去干活,看活什么,有时候回来很晚 好,谢谢大家了,非常谢谢 谢谢大家